42歲的女藝人鍾欣彤 自從2020年與台灣美容醫生拉橫國離婚之後 一直未有新戀情公佈 不過阿嬌說過對愛情依然憧憬 只是不會急著要再婚 早前傳出她與內地TV似組黃浦勝華的緋聞 依然被影響舉止親密 黃浦勝華更當街親密阿嬌的面珠燈 由於黃浦勝華早年在網上已經知名到甚高 再加上一直有女版陳冠希之稱 因而引發網民紛紛傳測她與阿嬌的關係 不過阿嬌對這段緋聞一直沒有回應 近日再有傳媒爆料說 他們兒子又一起默由泰國歎異人世界 再度吸引了大批粉絲的關注 首先早日阿嬌在社交網晒亮相 分享自己去葡吉旅行 之後又這麼巧 如來黃浦都在泰國度假 雖然他們各自曬單人照 但眼裡的網民都是發現了一個小細節 他們手上竟然都帶著同一款情侶手握 嘩!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巧合 雖然緋聞盛傳 不過他們似乎完全不在乎 不僅公然情侶手握 更加互相點贊對方的社交網 難怪網民都紛紛激動追問 這個是不是要公開戀情的節奏 不過傳聞歸傳聞 始終未經證實 而兩位當事人 至今都暫時還沒有任何回應